哈喽,大家好,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南哥的频道 这期我想来和大家聊一个地方 也会带大家去新加坡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吧 现在我是在来福市宾馆 今天我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是来福市城市 就是Ruffish City在我的背后哈,Ruffish City 然后它的旁边的是来福市宾馆 这来福市酒店吧,然后这里面也是很漂亮的 然后有非常多的外国人很喜欢在这里吧 尤其是欧美的白人,他们喜欢在这里面吃东西 然后里面的话有很多的民宝,民店吧 好,我们继续朝前走吧 然后过完马路我们就 好,现在我已经来到的是来福市市的楼下 这楼下,而且这栋楼哈 我为什么想来这里呢 是这栋楼,它这栋建筑哈,它是由设计师卑玉民所建设的 卑玉民我们都知道哈,因为华人应该很多人都还是比较熟悉它的 它是一个美籍的华裔建筑设计师哈 它在世界全世界上设计了非常多的作品 建筑方面的作品 然后来福市city,来福市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来福市城市就是由白玉民设计师所设计的 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些像欧盟的 欧盟住的一个办事处吧 也在来福市city的楼上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大公司,这就不用谈了 还有一些大使馆,它的办事处也在这上面 所以这是很漂亮的 我现在来,就在这个,来福市city楼下的 这个一楼的商场里面 然后它旁边也有建筑 旁边也有宾馆,旁边还有宾馆 我现在是在一楼 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下商场的 下面一楼吧 其实商场福音都好像 就是卖东西的地方 这是一个商场 它主要是卖东西的地方 比如像很多,如果大家很喜欢化妆品 这里面可以买到很多的化妆品 我一进来看到的好多都是化妆品方面的东西 也是一楼是卖杂货的地方 商品也是很丰富的 吃的,各种方面的 应该都能买到 只是价钱的话 应该会比较贵吧 对,很多人会坐在这旁边玩耍 然后在这个池子上面还有水 很多人都会坐在这吃饭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它中间是喷泉,就是喷水的 然后四周是一个圆圈 圆圈然后就坐在很多人在那里玩耍 然后下面有很多东西,满满的 这些店铺都不会像中国的 像中国的商场里面 那店铺都是经常换商家的 但是在新加坡,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不会看到商家会经常换去换来的 因为人家能盈利,商家能盈利 能够有收入,能赚到钱 他才不会说经常换商家 在新加坡到处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店铺转租 出租等等的这些广告 就是哪里每个角落都是商场的 商家盈利的,都是有店的 你不会看到什么店铺倒闭 我来新加坡包括即使是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我来这边都没有 都和现在是一样的 就是疫情期间的 由于疫情的措施嘛 然后会限制到人流 但是呢,现在的话 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是 大家如果想买这里有非常多的 非常好的艺术品 各种方面的,就是设计很好的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很漂亮很漂亮 还有你要吃各种美食 这里面也有 在乃福市城市 在乃福市城市 这下面 这是复一楼 复一楼就是 都是各种吃的 还有商品 生活用品 生活上的商品 很漂亮很漂亮 还有你要吃火锅啊 经里面也有 其实我很喜欢新加坡人 就是 你走到哪里都能够吃上一份美味的食物 不管你走到哪里 而且这个食物不是说 那种 就是千边一律的 就是各有 每家店铺都有 每一个商家 他做出来的食物 都有自己的特色 你吃呢 就想继续来的 这种感觉 就不会说你在这点吃来 你觉得 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吃来 还是一样的 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 现在我又继续回到 一楼来了 一楼就是 真的是各种化妆品 还有 酒啊 等等的 就是高级的酒啊 就是如果 还有 表啊等等 这种水持品 如果大家喜欢来 这里 一楼可以看一下 买的价格 比如像 香奈儿 你要买香奈儿的 这种叫什么 洗面奶啊 等等的 来到这儿买的 和网上买的价格 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吃的 这吃的也是做的特别 特别精致 不是一般的这种精致 就是 它做的就是吃的啊 它的色彩搭配啊 调 调剂上面 也是非常好啊 真的是非常美 啊 然后这个建筑的 这个建筑的 这个建筑的空间设计感 非常的超现代 你要知道 这个建筑已经好几十年了 是好几十年了 应该是有几十年嘛 但是你在这个建筑上 你都看到的是 完全的现代风格 就是那种设计 这种建筑风格设计啊 是就很超前的 就是很超前吧 反正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啊 不会老旧 你看中国的很多洗字楼的 很多建筑啊 时间好短啊 你都会看到那建筑已经很老了 那种感觉啊 就是 以为是好几十 几百年的东西 但是钢筋混泥土的东西 哪里会有几百年 是不是 好 就这这上面这种很多的 设计品方面的 一楼的设计品应该都差不多吧 全世界你都可以看到的这些品牌 只是说有一些东西会小众的 但是它设计又很精致的 你就可以来这里多看一下 好 现在我来到的是 来福士城市的二楼 二楼好像是卖衣服的地方 也就是 大型的商场里面的卖衣服的地方 应该不会 我觉得二楼啊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惊喜 这二楼应该不会有太多惊喜 因为你看二楼全是卖衣服的 和在中国的那种 凯特广场啊等等的 是差不多的 这个没有什么惊喜的 但我想说是 这有地方 应该还会有更多惊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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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三楼 现在是 来到的好像是三楼 三楼有链鱼家的 还有卖家居用品的 三楼好像是家居用品的 卖 也许不太会有什么惊喜 三楼不会太有什么惊喜 但是三楼的空间很开阔 三楼你看 这儿可以看到乃富士的城市 整体建筑的这种 应该还会在这里搞 三楼还会在这里搞很多演唱会等等 因为这儿空间超级大 这儿真的是空间超级大 然后还有分层的 就是有观众席分层的 所以说你会在这里的话 会欣赏到很好的音乐会吧 然后好 我现在想跟大家去一个地方是哪里 是food cart food cart 好 对 在我前面就是十个 food cart 去十个中心看一下 因为我超喜欢的是新加坡的十个 就是食物中心 就是吃饭的 大众吃饭的地方 为什么我喜欢这一点 新加坡就是把这种 很普通的食材 食物 吃饭的 就是人民 就是大众消费的东西 他把它做到精致 做到一种 商品的 就是做成一条产业链 做成一条流水线式的这种感觉 做成了一种 就是让大众消费的 这些吃饭的这种 把它做成了一个 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精致 比如像我们在中国 我们也会在街边去买那种盒饭 就是小推车卖的 一个小推车推车卖的 做了很多菜的那种 一盒饭 几块人民币 几块人民币 那样的吃饭的这种地方 但是那样的地方 那种小推车的食物 卖食物的方式 他竟然在新加坡 把它做成了一种 大众消费的流行文化 已经成了 这种消费已经成了 新加坡的这种 历史遗产 就是文化遗产了 做成了一种文化遗产了 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设计化 就是你大众消费 什么海南鸡饭 还有炒股粉 还有面条等等的 等等的 在新加坡他竟然把它做成 而且这在一个地方 就是专门吃饭的一个地方嘛 大众都来这儿消费 看 这就是在来福市的三楼吧 来福市三楼的 有个地方就是专门吃饭的 这儿卖各种各样的吃的 都是大众消费和平民消费的 又不贵 也不是说不贵吧 反正就是消费的一起 按照中国的那种价格 就是相当于就是路边 团路边推着卖的那种餐吃 卖的那样的一种东西 但是在这边他把它做得很好 很漂亮食品卫生完全没有问题 对 我现在去我现在是找吃的地方 对 可以看 这这这全是那个 啊 全是卖吃的 这种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菜 你看他这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菜 非常美 非常美 对 然后在这里吃饭你会感到 就是吃一碗面条 就是各种面条 有各种面条 鱼圆等等的 还有马来餐印度餐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儿吃 很漂亮很美 还有粥啊 就是普通的一碗煮熟的米粥等等的 但是他把它做得很好 搭上各种搭配 而且消费也很便宜 而且消费也很便宜 还有一些蒸饭等等 比像一碗饭外面其他地方 只要是卖几块钱 这儿还是一样的价格 但是你可以在来福市城市的楼上 为什么这儿烤 就是你可以在这儿吃饭 吃出那种 就是 就像在 有一个 因为它现在是在三楼 在三楼的一个地方 然后旁边还有玻璃木墙 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就是你可以像吃出高级感的感觉 等一下我打好菜了 我带大家去 我买一份饭菜 我去那儿吃给大家看 然后这儿就是一种高级西餐的那种感 西餐餐厅的感觉 就是风景失忆很开阔等等的 这个 这个 鸡蛋 好 谢谢 谢谢 OK OK 3.1 3.1 100 2.1 2.1 好 5rier 9 generally 谢谢 谢谢 好 可以 谢谢 嗯 嗯 现在我已经 还是一分半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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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